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一个大大的草原里有一只可爱的小狗 它叫做球球 有一天天空蓝蓝亮亮的 太阳好像一个大笑脸 温暖的照在球球身上 球球心中决定开始一场刺激的冒险 它充满活力的前进 尾巴像是快乐的长绳 在空中愉快地摇摆 球球来到了一个清脆的花园 这个花园里呢 充满了颜色缤纷的花朵 有红的 黄的 蓝的 还有无数其他美丽的色彩 这些花儿在微风中轻轻地摇 好像在向球球打招呼 嗨 花朋友们 我是球球 我来了 球球你好 我们一起来玩吧 球球啊 开心极了 它用前脚趁着身子 开始和花儿们玩桌迷藏 不断地在花团中跑来跑去 躲在花的背后 发出快乐的汪汪声 甚至 它还学会了摘花的方法 就在球球开心地玩耍时 一位和蔼可亲的老爷爷走了过来 老爷爷手里拿着一个篮子 里面装满了美丽的花朵 看起来似乎是要把它们卖给大家 脸上挂着亲切的笑容 他对球球说 嗨 小朋友 你想要一朵漂亮的花吗 这些花都是我认真种的 嗨 老爷爷 我好喜欢花朵 它们真漂亮 你好可爱 你这么开心 那送一朵给你当礼物 哇 谢谢你老爷爷 这朵花真漂亮 球球开心的 一直摇尾巴 他轻轻地点点头 用好奇的眼神 看着这些色彩漂亮的花朵 老爷爷看到了球球的兴奋 忍不住放声大笑 哈哈哈哈 他从中选了一朵最特别的花 温柔地递给了球球 球球小心翼翼地接过花 高兴地转了几个圈 然后用鼻子闻了闻 啊 这花的香气真是美妙极了 我闻太用力了 花粉跑到我的鼻子里面去了 哈哈哈哈 球球太喜欢闻花朵的香味 但是鼻子吸得太用力了 有一天 球球和花朵们正在快乐地玩耍 突然一阵轻柔的微风吹过 花朵的芬芳充满在空气中 球球听起鼻子 似乎闻到了什么 他跟着香味奔跑 一路跑呀跑的 来到了一个小巷子 在巷子的尽头 有一个小小的摊位 上面摆满了各种颜色的花朵 捍卫后面 居然是那天遇见的 和蔼可亲的老爷爷 球球好奇地看着老爷爷 老爷爷微笑着说 阿罗 我们又见面了 球球 你喜欢我的花朵吗 老爷爷 你好 我很喜欢花朵呢 球球高兴地摇着尾巴 老爷爷坐下来 和球球分享了他的故事 原来老爷爷是一位花笼 他用心栽培各种美丽的花朵 让它们能够漂亮地长大 绽放出令人惊艳的色彩 老爷爷告诉球球 每一朵花都有着自己特别的故事 它们在风雨中努力成长 经过努力和耐心 最终开出美丽的花朵 老爷爷说 有一朵叫盖亚的红色玫瑰 当它还是个小花蕾的时候 一场大风刮走了它的叶子 它差点就放弃了 然而盖亚并没有气馁 它坚强地努力长大 每天伸展着花瓣 引对阳光最终成为了花园中 最美丽的玫瑰之一 哇 盖亚真了不起 太厉害了 它那时候应该很害怕吧 老爷爷接着告诉了球球 关于另一朵花的故事 这朵花叫做阳光 它是一朵向日葵 总是面对着阳光笑容满面 阳光告诉我 快乐是一种选择 就像它选择面对阳光一样 它每天都在想着开心的事情 这样它就能保持愉快的心情 并将快乐分享给身边的人 球球听得津津有味的 不禁对老爷爷的花朵们 感到相当佩服 球球和老爷爷聊了好久哦 他们分享故事 交换着快乐 最后 老爷爷送给球球 一束特别的花束 这树花儿里 有红色的玫瑰 黄色的夏日葵 还有蓝色的风信紫 每一朵花都好漂亮哦 这树花送给你 球球 感谢你和我分享美好的时光 谢谢你老爷爷 这是我收到的最美丽的礼物 我们都要好好爱护花花草草哦 球球高兴极了 小心地抱着花束 快乐地跳着回到花园里 和花朵们分享着他的新朋友和美丽的花里 花朵们也十分开心 他们与球球一起欢呼 跳舞 为这份特殊的友谊喝彩 从此以后 球球和老爷爷成为了最好的朋友 亲爱的小朋友们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是人还是动物 只要心地善良 就能在这美丽的世界里 找到真挚的友谊 让我们铭记这个美妙的故事 一起学着关心他人 分享喜悦吧 小朋友 你们喜欢今天的故事吗 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故事 欢迎按赞 分享 和订阅酱瓜家族哦 我们下次再来一起听故事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